几乎所有人的皮膚上都有黑痣 黑痣是由黑色素细胞增生所导致 如果出现异常就可能会转化成黑色素瘤 亦是皮肤癌的一种 今天很开心请到皮肤科专科 刘亚明医生跟我们讲讲 刘医生你好 你好 首先想问一下 什么是黑色素瘤 它是如何生成的呢 和我们所认识的质有什么关系 黑色素瘤是皮肤癌的一种 它是表皮细胞 黑色素细胞的异常增生 亦是皮肤癌之中 比较严重的一种 虽然是比较罕见 但亦是三种皮肤癌之中 我们经常都会看到的 它可以是原发性 即是自己生出来 亦都可以是由一粒痞或者痣 那里演化而成的 黑色素瘤就比较严重 因为它可以侵蝕附近的皮肤组织 亦都可以经过淋巴或者血液 扩散到身体其他的部位 但是蜜和痣就是良性的黑色素细胞增生 就不同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就是恶性的黑色素细胞增生 蜜和痣通常就是一开始可以是先天 或者是后天而成的 年纪越大 蜜和痣的数量都有机会越来越多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 因为普通的蜜和痣都有机会转化成为黑色素瘤 所以如果大家的蜜和痣有异常的变化 就要去找医生陈子 那想问一下 其实黑色素瘤有没有什么高危 或者好发族群 有的 黑色素瘤的高危因素 包括很多蜜和痣的人士 有家族历史 例如近亲有黑色素瘤的人 长期曝光在阳光 尤其是小时候曝光很多阳光的人士 另外就是免疫力较弱 例如是气观移植 受免疫力抑制的人士 例如长期吃口服的免疫力抑制 都会容易有黑色素瘤的 另外有一种人士就是皮肤比较白 它们很容易晒伤 但是从来都不会晒黑的 那这些人士也是高危的族群来的 那其实黑色素瘤 和我们认识的痣或者蜜 其实可以怎样简单的分别 那我们就通常是留意着 颜色大小 和它有没有变化来决定 那通常我们就会用这个 ABCDE的准则 那A就是Asymmetry B就是Border 即是边界 C就是Color D就是Diameter 那我们通常在MAC 那里就要留意着 有没有这几种的变化 而最重要的就是E Evolution 就是有没有转变到 那如果呢 它本身的形状是对称的 变化都不对称 那边界变成不明显 颜色有异常 例如本身是一只色 变到有多只色 或者它大过6mm 也需要留意的 那最重要就是看着它 有没有突然间变化了 那如果有突然间变化呢 最好是找医生诊治 那其实呢 黑色素瘤 有没有划分不同的症状 或者其实它有些什么类型 那黑色素瘤 其实可以生在皮肤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的 可以生在面啊 身体啊 驱缸啊 四肢啊 那要留意的 因为亚洲人的黑色素瘤 是很多时候是生在手板 脚板啊 手指脚指啊 这些地方 那我们就叫做 软端末端型的黑色素瘤 那黑色素瘤 就没有固定的颜色的 它不一定是黑色的 它可以有啡色啦 白色啦 蓝色啦 甚至是没有颜色啊 红色啊 那些都可以的 那它的形状呢 看到很不规则 就不会好像蜜和字 那样是规则的形状啦 那还有呢 它的边界呢 亦都可以是很不明显的 就是跟其他正常的皮肤呢 很难区分到出来啦 那这些呢 就是比较重要啦 因为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留意着自己的 手板啊 脚板的位置的 那但是呢 亚洲人的黑色素瘤呢 就是 好发在这些地方啦 那所以如果手板 脚板有蜜和字呢 都要小心点留意啦 那黑色素瘤呢 其实有分几个类型啦 第一个类型呢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叫做 惡性晒斑型 那它呢 就是不像普通的晒斑 太阳斑那么圆啦 那它呢 它的边界很不明显 还有就是颜色呢 也都不是普通晒斑那么均匀的 那第二个类型呢 我们就叫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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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呃 呃 呃 我 呃 结节型是上下的生长 也可以深入皮肤深层的位置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平常亚洲人常见到的 就是手手脚脚为主 我们叫做抹端型的黑色素柳 也有些黑色素柳是非常罕见 也很难去诊断的 因为它的颜色就是没有颜色 或者是粉红色 这些就是没有色素的黑色素柳 这个就比较罕见 也很难去诊断出来的 想问一下 其实黑色素柳都属于皮肤癌的一种 其实是不是一定要有意义 黑色素柳就是皮肤癌之中 比较危险的一种 因为它可以经过血液或者淋巴 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 所以一定要尽早求医 如果有什么和至有异常的变化 就要找医生去看一看 我们通常会用皮肤镜去分辨 它是有没有可疑 如果有可疑 就需要做皮肤切片的手术 去鉴定它是不是黑色素柳 想问一下 其实对于黑色素柳 它的治疗方法大概是如何 是否切了它就可以 还是其实都需要做电疗化疗 如果是早期的黑色素柳 通常我们最好就是 整个黑色素柳切除了它 就是最好的 还有要预留一个闯的边界 因为要排除其他我们肉眼 看不到的地方 原来已经是被黑色素柳侵杂了 所以通常 切割的范围会比较大一些 另外如果是已经去到 如果想预防这个黑色素柳 我们有没有说可以做到些什么 预防黑色素柳最重要就是防晒 因为研究显示 其实有八成的皮肤癌 都可以经过防晒去预防 所以就是由小朋友期的时候 我们应该都要去防晒 尽量避免在早上11点至到 下午3点的时候 进行一些暴晒的户外运动 如果真的要做户外运动 就一定要是塗防晒 还有要穿长袖的衣服 和戴太阳帽 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担遮 防晒产品 一定要选择防到 UVA和UVB的防晒产品 最好有SPF30或以上 和UVB的时候 我们就要选择一些防晒度高一点的 如果进行活动期间 防晒流汗已经脱了 就要补茶 另外千万不要因为皮肤黑一点 就特意去曬太阳灯 如果发现自己的痣或什么 出现异常 就要尽快找医生求医 另外平时也要做好防晒措施 就可以预防皮肤癌 今天谢谢刘医生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